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刚才也讲过一下 我今天上网看 其实有时网友会传给我 我看开些东西就会弹出来的 经常在X岛就弹出来 见到我们伟大祖国 在那里处处 带水真的好多人害怕 我都不敢去看 究竟我不敢 我不知道 去年又有 前天又有 我都不知那些是否去年的 但是呢 广西桂林 那些是今年的 桂林山水夹天下 他就浸在地铁站里面 很夸张 我去看这些文章 这样就真的奇怪 不看又不知 当然啦 上面排红是肯定的 广西的官僚就漏口风 真是无奈 硬食 怎样硬食呢 原来呢 我看的文章是靠记忆的 你们可以amend我 如果我说错了 他们呢 上流 以前呢 就做了些水坝来处水做什么呢 其实是为了几十年前 为了农业用 是怕你夏天过了之后 天气看 会放水 但是呢 慢慢转型之后呢 其实他们也不是为了农耕作的 反而是为了怕呢 过了雨季之后呢 你知道啦 桂林山水夹天下 是不是有条泥缸 之类的东西 就怕呢 如果没有水那条缸 那条泥缸就浅了 或者没有水就不靓了 于是乎呢 就在上面上流大量处水 如果一不对劳呢 你下方就放水落泥 你们这条泥缸 那么的景色就 哇 在水中央风景渊化那样 于是就继续处水 但是当你的大水一到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就关乎到政策了 其实呢 据了解 不是只是这个桂林 全部都是,如果,因為習近平現在很講個人要負責的,那些提主,那些水庫副主,你的水庫什麼決題,沖嵐嵌了,你全部要揹飛的, OK,好了,在這個情況下,丟官沙的,哇,我去到那些水,我是不是一定放,因為如果不是他,就決題,沖嵐嵐嵌,我揹飛,我是不是放, 先看看,我一放,下面呢,就沒得談的了,對不對,那就硬成,那就出現現在的情況, 而上面的民眾也都,如果大家上網看,我看到那些留言,那個鬼殺這麼吵,喂,大哥,你晚晚,我們準備不到,那不是怎樣, 為國家附釋嘛,喂,難道你日北光日白,原來跟你阿蘭曬叫你們什麼,那就沒用了,就不放了,所以呢,現在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即是如果你這樣搞,即是未來,再未來,我不知道,鄭州那些,你說過,即是早兩年,又說過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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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渠,蓋下面沒有渠,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面的報道是這樣,即是如果你這樣搞,你無日無知,我還記得當年武漢,鄭州,不是武漢,鄭州,那個地鐵,你想一下,如果你在坐在地鐵上這樣浸水,幾乎絕網,是不是, 好了,今天呢,我講一宗案,這宗案呢,我出生了,當然我都沒有記憶,這一宗案呢,是一宗九屍十命的案, 好,OK,所以這個世界上,我經常覺得呢,什麼都不怕,最怕就是傻佬,就是這樣解了,所以有人說,哎呀,他們不要歧視,不要歧視啊, 喂,我也知道,道理,那你問一下,喂,你好人好者,你真的不會去殺人的嘛,你殺人有目的的嘛, 你問一下,他要追求那條女兒,你不是殺人啊,又或者,有些不是啊,分世實族,對社會,那些叫什麼,沒有差別啊,其實那些歸入他是傻佬啊,就是傻佬啊,是吧, 你說那些,好像賀理會廣場那些,那你是怎樣的呢,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講到這麼大愛 如果現在說在你家旁邊 起座 精神病復康病院 你又怎樣呢 你未必是帶頭出去反對那個 你都默默支持 支持反對的人 為什麼呢 最直接的 我自己出入都未必會 我自己開車的話 會影響樓價 所以這些問題 其實很現實 不是奇不奇事 但真的有這些事情 好像這件事 在1975年3月8日發生的事 我記得那時雍正正 我聽他講過 可能在以前商台 是否危險人物很久以前 講過 有一集是否他講還是怎樣講 就說在各種殺人 或者自殺的方法 自憤是最悲慘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你自憤也可以想到 有多痛 死亡也不可以死亡 能不能了 我們看錄影 有一點頻繁動一下 就是 bip 如果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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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60% 幾乎被燒傷 你說身有多熱 나那其實你能夠想上去 是很痛苦 所以一般來說,縱火案是判得很重,而縱火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很多時候縱火都是想嚇嚇對方的, 很多時候,大家留意一下,誰知道就糟糕了,當然不排除有些是真的想縱火,去殺死人的,但是一般來說,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去嚇嚇人,誰知道,火城封鎖,或者不知怎樣,那些煙蝇死,蝙蝇死了,就燒死了,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件事呢,在1975年,當時我八歲都還沒有,我七歲,這件事呢,就不是了,這件事是很有補處,就真的要想著燒烏死人家,你說多大毒呢,這個叫做張炳,44歲,1975年44歲,即是1931年出生, 如果現在還在世的話,都是93歲,有機會還在世,雖然通常都長命,未結婚,他是觀塘協和街, 建德大廈八樓依座業主,兼包租人,這個建德大廈呢,就是他和他媽媽,一生即出,死坑死底,買下來的, 後來他媽媽釘了之後,他就繼承物業,在1975年的時候,他就將這個單位鑑成三間房,自己住一間,然後租兩間給人,單位五百多尺而已, 第一家人呢,叫做劉谷有,37歲,他老婆麗秀芳,有個兒子祖平,有個女兒阮平, 一家四口,住一間房,後來另一夥呢,就是劉谷有介紹進來的, 護主黎浩然,32歲,老婆麥瑞冰,護主黎浩然呢,也是劉谷有個老婆, 黎秀芳的弟弟,其實是兩親戚,有個大兒子兩歲半,有個小兒子歲半,又一家四口, 那麥瑞冰呢,不是麥瑞冰,簡單來說,弟弟的老婆呢,也都那時候懷孕的, 真的有兩個弟弟,我還懷孕的,那麼就數一下,一家四口,這個第一家人, 劉谷有的老婆,黎瑞芳的弟弟,又有一家四口,連同一套裏面那個, 那麼就五個了,OK,原來呢,黎秀芬,黎秀芳和黎浩然兩者, 那麥瑞芳的老婆呢,第一家人,劉谷有外母,都在那裏住, 不過就狂聽,真的聽到睡床位, 那麼就,四個,加四個,套裏面那個我不計, 加上他們的外母,九個,加上張炳,包租工,十個人, 那房子有多大呢,五百多尺,哇,搞得錯,以前是這樣的, 嗯,以前是這樣的,就算在七十年代,我都算是比較逼, 但是因為他們是兩,即是自己人的, 那就容易處理一些,即是張炳自己的房子, 如果不是,其實都是吵架的,OK,好了, 好了,但是呢,這個張炳,喂,性情乖僻, 而且瘋瘋癲癲癲,很難和人相處, 那街坊呢,就是協和街坊呢, 是怎樣叫他呢,叫他做傻佬的,嗯, 嗯,只是聽見那個花朵,都可以帶到我了, 傻佬,OK,好了, 但是就不是他,不代表他有精神病, 就是說傻佬,當然是好的,是吧, 那麼,同樓住客,即是協和街, 這個大廈,同樓住客,都費時和他接觸, 其實你也是挺麻煩的,OK, 那麼他以前呢,就已經是多次有嘔鬥傷人的, 亦都有非禮婦女的事件, 有些這樣的事情, 租客呢,他媽媽走了之後呢, 是不斷跟換,從來沒停過的, 即是搬進去住的, 即是麻煩煩的,OK, 老實說,那時候找到一間屋來住, 在觀塘,即是有工業區, 可以就上班, 你不是太過份,都會引你了,OK, 好了,阿劉和阿黎兩家搬進之後呢, 都發覺這個包租公阿炳呢,神情怪異, 所以他都特別有戒心的, 不過,有戒心還有戒心, 都發覺發生了幾次爭執, 因為和屋共住真的很難沒有爭執的, 那什麼事情呢, 因為阿張炳在別人的房間裡面, 阿柳, 都要先黏痕, 打那些年輕人, 而最嚴重的之痛就是, 他滋擾那些女性, 劉太, 和阿黎小姐, 麥瑞冰應該是, 阿黎的老婆麥瑞冰, 1975年2月10日, 年二十九來那晚, 麥妻麥瑞冰向老公說, 說給阿張炳調氣, 是吧, 說他呢, 走過張炳, 阿張炳唱的廳道, 走過張炳的時候, 竟然在一件襯衣, 襯衣裡面的手, 在下面伸手去握他的球, 而且呢, 又還專門暴露, 原來呢, 阿張炳拿著一張報紙那招, 隨便去打飛機, 然後麥瑞冰走過的時候, 他兜上沒有人的球, 還建了一張報紙給人打飛機, 這個就是鄭細鳳來的, 我不想理人, 這樣試過, 屋內眾人就隨即起控, 於是, 阿張炳就被打, 當然是打飛機, 喊救命, 誰打他呢, 就不是麥瑞冰老公, 是他們的,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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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弟弟,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關係, 就是, 劉菊友, 因為劉菊友的老婆呢, 就是, 就是, 麥瑞冰的姑仔, 叫他姑姑, 叫他姑姑, 就是叫他老公的姐姐, 就是姑姑姑, 就是姑姑姑, 但是同輩也不知道怎麼叫, OK, 劉菊友說, 叫你老母, 就打他, 黎浩然反而勸指, 他自己老婆有人搞, 他反而勸指, 從此, 這兩夥人, 就和房東誓成水火, 張炳就說, 叫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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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多人, 進來救救我, 就是覺得他被人欺負, 因為有人多人, 全心欺負他, 往後一個月, 那是2月10日年29, 咦, 據農理說, 都平安, 平靜異常, 未聞喊交, OK, 那時候, 已經在想, 張炳想甚麼呢, 很少感好, 幸好我這樣, 因為經常搞事, 有甚麼事都, 到了197年3月8日, 凌晨1點9, 觀塘協和街建德大廈八樓衣座, 大家知道甚麼事, 龍煙火焰噴出隨即爆炸, 全下震動, 居民增工箱走備, 消防員六分鐘不夠, 就到達現場撲救了, 說廣英時代效率很高, 發現單位和鐵閘和木門, 都被人內外反鎖, 屋裏面, 亦都, 火勢很猛烈, 亦都夾閘著, 千拿水火水的焚燒氣味, 即刻將火警升級為三級, 亦都肯定, 在那時候, 消防員已經覺得這是中火來的, 凌晨3點,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 就將火撲釋了, 在災場, 慘了, 發現九具屍體, 全部消成灰, 那就不用說了, OK, 就是兩家人, 即是四大四小, 加上外母, 劉樂有外母, 全部消成灰準, 是完全認不到, 是誰, 現場呢, 有, 汽油和火水罐, 其他事情呢, 就不用說了, 除了, 一看得出, 很明顯是中火, 發覺, 老夫的屍體, 在廳中床上, 為何認得到老夫呢, 因為他頭燒不到, 稍算完整, 所以認得出老夫, 四個小孩呢, 就在房間裡揽作一團, 四名死者呢, 就堆在一起, OK, 有一個呢, 就直聽聽地移一場角, 即是臨街的鐵籠, 即是那個騎樓的鐵籠, 是屋內的另外一圖身點, 即是說呢, 其實有大人呢, 在臨街的鐵籠那裡, 是沒有開來的, 嗯, 但是呢, 事前這裏被人用木板呢, 用口釘釘封, 那警員和消防局, 在現場看見, 哇, 搞爽心病狂, 是完全不流生腦, OK, 那時候沒有DNA, 根據後來, 就是街坊講, 因為其實呢, 真是很慘的, 四個大人, 和四個小孩, 是不能辨認的, 完全不能辨認的, 即是不能辨認的, 這是誰誰辨認不到, 那屋裏面有10人, 經過調查, 唯一失蹤的幸存者呢, 就是張炳, 那是不是兇徒夫子欲出呢, 好了, 其他事情我不講的, 都到, 他們去驗屍的時候呢, 那最後的驗屍, 就證實了, 都是他們劉家和惟家, 兩個家庭, 那時候呢, 港獨落零, 喂, 因為實在太淒涼, 就用當時的技術, 就一定要是, 將他們確認身份, 那最淒涼就是發現, 後來確認了默瑞兵的時候, 原來默瑞兵呢, 也都懷孕了, 七個月生人, 那即是, 九屍就拾命, 哇, 真是爽心病狂, 好了, 這個時候, 當然第一時間, 什麼都不要說, 警察當然是為了找張炳, 是吧, 誰知道呢, 第二早11點多, 正當警察要通知張炳的時候, 穿著水衣的張炳, 突然間出現在這個官堂, 警署, 他說, 報警, 他說, 嘩, 嘩嘩嘩嘩嘩嘩, 我家屋被人小了, 是嘩嘩嘩嘩, 別放火, 劉谷友, 他的口供就說, 昨晚12點多, 他上床睡覺, 但是呢, 聽見劉谷友呼呼呼喊, 吵他, 他叫得很厲害, 還打架, 當其實他走出廳, 那城廳都是人, 有人勸膠, 有人煽風點火, 幾個小孩都哭, 他上前勸子, 誰知被劉谷友推出屋外, 接著過半月內, 火警爆炸, 他便去報警, 好了, 當然警察當然不能相信, 是吧, 將他扣留, 作進一步調查, 兩日後, 警方搜集證據, 充分完成了, 將炳落案起訴, 縱火和謀殺罪, 他去到法庭時, 神情頂喪, 他不是說大事, 他知事知衰, 這個人傻不完, 在犯人攬內狂吼, 不是自言自語, 兩道高夫很害怕, 盧倫圈高夫很害怕, 殺人他不害怕, 於是, 法官覺得他可能有精神問題, 就送去醫院檢驗, 好, 到了, 正式開審, 又過了九個月, 主控的檢察官, 列出掃檢, 證明張炳和案有關, 第一, 他承認訪警的時候, 他在場, 第二, 在場的單位大門, 是被人從外返鎖, 在外面鎖, 即是有鎖匙, 不會是死者的, 鎖都淋不回去, 鄰居證人, 表示案發的時候, 單位鴉著無聲, 從來未聽過, 被告所講的有吵架, 即是家人吵架, 第四, 劉谷有親友, 案發當日, 曾經去探望劉谷有, 證實騎樓的鐵龍桃身處, 是開的, 是未有木板釘封, 那為何晚上會釘封, 但是更加有力的證據, 就是被告在火警前, 將一包, 裡面有屋契, 日記簿, 鎖匙和少量金錢, 交給被告的親戚, 叫梁亞妹去保管, 而包著這個誓院的報紙, 正正是案發那一日出版的, 即是說很有計劃, 這個梁亞妹, 真是親戚, 張炳, 是, 喂, 你們兩個大義滅親, 是啊, 他交那個誓院給我, 那個報紙來的, 包含屋契, 少少錢, 鎖匙, 其實很有預謀, 既然有預謀, OK, 啊, 那應該怎麼判呢, 我一想看, 另外, 黎氏姐弟, 原本是3月8日, 這件案件是3月8日, 之後早的, 即是凌晨發現, 他原來黎氏姐弟, 本身就是3月8日早上去廣州, 就接他父親, 下來香港定居, 他父親立即是現在睡廳, 死了那個老夫人, 我老公, OK, 而且就準備搬走了, 接完我父親下來, 就準備搬走, 被告都知道, 所以被告就選擇他們, 屌你, 你怎麼想搬走, 屌你, 就燒死他們, 那, 他恩怨就只不過是, 去非禮別人, 這樣, 我一家, 嗯, 因為知道, 他3月8日搬走, 我3月8日晚就要做事, 屌你, 要去行家廠, 好了, 1975年10月23日審北, 法官結案陳詞就說, 被告犯案的動機難明, 只一憤怒就謀害十條人命, 令人廢解, 真正的動機只有被告自己才知道, 老實說, 你用你去想的就是, 他的動機就是, 你打我, 我就會教你, 嗯, 是沒有同理心, 就是, 蕭三買四, 就是人渣, 老實說, 就算我, 是被人冤枉打, 我想我都不會這樣做, 可能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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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沒有非禮, 老婆去救我, 打那樣, 救那個老鬼, 劉谷友, 打那樣, 打那樣, 救他老婆, 都是這樣, 就未知他們一街要燒死人, 好了, 四男三女裁判團, 退庭經過一小時十五分鐘之後, 一致裁定被告, 縱火謀殺罪, 當時還說, 縱火謀殺罪, 成立, 判處死刑, OK, 好了, 當然他上訴, 為前原判, 但問題是, 當時香港是沒有死刑, 所以1976年11月, 張炳, 即是事發後年齡, 改判終身監禁, 好了, 1993年, 我記得關於張炳的報道就是, 1993年, 屯門色魔, 很厲害的, 於是, 周刊做了幾個, 最引勁的那些, 犯案人, 那時有林過雲, 歐陽炳強, 和張炳, 那時, 如果九幾年, 張炳是, 六十幾歲, 七五年, 他四十四歲, 九年六十幾歲, 根據當時的報道, 歐陽炳強, 行為良好, 林過雲就研究術數, 在裏面, 但是說張炳, 我不知道我們有朋友, 在裏面和你一起蹲, 可以WhatsApp我, 他那時, 在90年代, 都仍然是, 暴躁如飾, 經常打勾人的, 跟人討厭, 動一下就打人, 但是經常說, 自己沒有縱火, 和殺人, 真是很難理人, 真是有很多證據, 還說當日是個女人, 歐陽這樣說, 好了, 2005年, 張炳三十年, 假釋出獄, 2005年, 如果張炳假釋出獄, 那時呢, 193幾年, 即是七十幾歲, 從頭社會, 那張炳現在怎樣, 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 這樣九條人命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但是一直說自己冤枉? 是的, 但是我不理你了, 九條人命, 這樣假釋出來, 你要冤枉自己, 坦白說, 你只看她那個世縣給了梁下妹, 那個門口釘板, 她是神經病的, 即是說問題是她現在還在世上, 你都說, 楊債還了, 陰債怎麼還呢? 是吧? 你會你的九條人命, 所以這個時間上, 那你為什麼, 如果你說你是劉福有的親戚, 你是不是賺倒她? 賺倒她, 你自己有錯, 但是你不賺倒她, 你怎能夠洩到心頭之分? 這些就是這樣, 是吧? 這件事是一個親戚的章炳, 希望大家, 其實真的不要撞到那些人, 撞到那些人, 你不知道怎麼辦? 你如果在樓上樓下, 不要說誰會燒你死的, 你只會天天在門口丟屁屁屁屁屁屁,